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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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廖瑋琪 我主要是利用金屬 透過金工的工藝技法 作為創作的美材和表現 今天要來做一個點心盤 我呢 選擇了紅銅 作為點心盤的材料 將紅銅片用沙紙研磨 清潔乾淨之後呢 我要來幫這個紅銅片 做一個退火的動作 這個退火的動作 是可以恢復 金屬它的延展和咳嗽性 我利用了瓦斯和氧氣 當作這個 加熱退火的一個工具 打開瓦斯和氧氣的火焰 在紅銅片上 加熱到600多度左右 就可以恢復這個金屬的咳嗽和延展 但是啊 在這個加熱的過程 紅銅會因為氧化的關係 產生了一些黑色的氧化物 我將加熱過後的紅銅片呢 用清水冷卻之後 再放置到翻洗的溶劑當中 靜置幾分鐘之後 就可以將紅銅片上的氧化物 清潔清洗乾淨了 接著呢 我再將平常蒐集的一些乾燥的落葉 設計在支持點心盤的表面 首先將這些葉子 排列在金屬紅銅片上 排列好之後 再將它固定起來 接著呢 將這些固定好的金屬片 送入專門碾壓金屬的一個機器當中 透過機器的延展碾壓 就可以把我要的圖案 保留在我的金屬材料上面 然後接著透過第二次的退火 回覆它的延展性 以及清洗、鑽洗等步驟 將材料清潔乾淨 就可以開始敲溯我要的眼睛盤的造型喔 在敲溯造型完成後 我會透過天然的硫磺 染出我要的骨銅色 再利用手工拋光的動作 將點心盤拋出金屬的光澤 接著上一層保護它的密浪 保護金屬表面的一些光澤和質感 敲上我的印章作為落款 這樣一個點心盤就大功告成囉 我的個展從五月十三到七月二號 在金車文藝中心成德館展出 歡迎大家來喔 在金車文藝中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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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車文藝中心成功